听到女邻居的一句 看到你我就想到了我以前 眼泪瞬间绷不住了 根据大象新闻的报道 近日呢山西太原 一位女子因为和丈夫长期冷战 想要跳楼轻生 住在她家对面的女邻居 连衣服都来不及换 穿着这个睡裙就赶来劝解了 女邻居全程带着哭腔声音颤抖 她说看到你我就想到了我的以前 其实最伤心的是咱的孩子 不少网友看了视频表示感同身受 他们说只有当了妈妈才能理解 她想把不合脚的鞋扔掉 奈何舍不得送的小袜子 她自己早就死了 回来的是孩子的妈妈 经过长时间的温柔劝解 在孩子一声声 妈妈你回来的呼唤中 女子终于有所缓和 被消防员救了上来 一场人间悲剧 就此化解 生活破破烂烂 总有人为你缝缝补补 我们要为那位善良的女邻居点赞 为这位女性对女性的救赎点赞 其实我特别想对婚姻中 也在同样处境的女性朋友们说 与其等着别人爱你 不如自己努力爱自己 生活中 难免走错路 爱错人 花错时间和精力 遇到烂人 及时抽身 遇到烂事 及时止损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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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